這邊是我們要進行ATV冷光法所需要的材料 第一個是冷光儀 冷光儀確定有裝上電池 將時間設定好 設定好我們自己喜歡的語文介面 第二個是我們的ATV耗材 根據官方手冊 ATV耗材應該保存在2-8度C之間的冷藏條件 要使用前再拿出來回溫 因此我們算好下次實驗需要的量先求出來回溫 然後把它放回冷藏室 這個是無菌水 雖然官方手冊說用自來水就好 但為了減少我們實驗上的變數 我們還是使用無菌水 如果一般的食品公司沒有121度C 15分鐘的殺菌條件 其實用煮沸騰的水 裡面的菌也會少很多 矽膠板 要達到10X10的一個方格的面積的時候 有些時候不容易抓 我們使用這個 裁切的寬度比10X10再大一些 只要將近但是不要碰到邊框的話 我們會塗抹到100平方公分的面積 對 對